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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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就完了吗 问那么清楚干嘛呀 不想干了 那么德云社呆烦了 想出去了是不是啊 事情不得饿死你们出去啊 干嘛呀这是 到谁都了干嘛呀 干嘛呀 我能那么说我师父吗 要说咱们队里 你嘴真严 那是 我是我们德云六队 嘴最严的一个人 是不是 问了半天我愣没问出来呀 是啊 您老问了半天我也没说出来 是不是 我也没听出来 什么事 没听出来呀 就说那个意思 说实话来这儿啊 全是奔着人家来的 你瞅刚才人家那个 刚才那一对相声演员 樊潇唐李九江 多好的两位相声演员呢 是 当然这俩不是死大的 那倒是 这个樊潇唐那个搭档呢 叫葛肖晴 对 结果这个人呢 好像在德云社失踪了 什么叫失踪 啊这个李九江那个搭档呢 叫李赫彪 哦 这个人呢因为打人进去了 哈哈哈哈 哎 那都是几年前的事啊 不是最近又发生了这么一期 所以我一致怀疑是李九江方的李赫彪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客人 所以就像李赫彪这样的咱说演员呢 就不能找李九江这样的演员 你知不知道 这两位呢反正搭档了一对 确实很不错 是 好多这个观众啊 都奔着人家这长相过来的 哦 谁不喜欢长得好看的 嗯 啊 你挑战 是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赶紧休息吧 这不有病啊 这不是 哈哈哈哈 你想 你要想拿 你告诉我一事不就完了吗 这是干什么的 这是啊 樊潇堂确实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小伙子 对啊 好多人管他叫田田 为什么叫田田 我有问过他 你问过 后来他说他自己这个名字啊 樊潇堂里边有一个堂字 哦 所以叫田田 后来我一说孟河堂也有个堂字 但是孟河堂不叫田田 啊 孟河堂可能是嫌恶心 人家是堂主 啊 他是堂主 卖堂的 卖堂的堂主 那个堂你不煮 他不行 是不是 这两位演员确实都是很不错的 是 我们这个都是德云社算是小学生了 没有什么名气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曹九台 德云社的小学生 旁边这位 谢谢 这是我的搭档 这个姓陈 那叫陈凤青 是 我们两个人台上算是好搭档 台下呢也算是好朋友 没错 关系算是比较密切了 是 关系真的是算是很好了 实话 尤其拿台上来说呀 我们俩这一场可以冲得上是红花跟绿叶的关系 什么意思 您就好比说吧 好比说我是那红花 那我呢 您就得是那个绿叶 就是我衬托着你 对了 好比说我是划船的 那我呢 掌舵的 就我控制方向 好比说我是总经理 那我呢 你是总书记 我掌握大权 好比说我是警察 那我呢 警船 我咬死你我 干嘛要咬死我 废话 你前面说的挺好 到后来我成狗了 我这相反 怎么了 您刚才那个比喻好啊 咱俩红花配绿叶 红花配绿叶 这个形容谁最恰的 谁 郭德纲于谦 人家是一个红花一个绿叶 对 认为我认为啊 咱们俩这一场来说 要我这个红花就可以了 那我呢 你就没有什么用了 什么叫没用 一般捧根的相声演员 往这一站 还真的都没有什么用 你知道吧 往这一站呢 嗯啊 这个是哎呦 优何呀 最后一句去你的吧 鞠躬就下台了 下台人家还就领钱 就这么臭不要脸一演员 他可以说就是上台上 听相声来了 被评为是离我们演员 最近的观众 我成观众了 直白一点 我旁边就站着一傻子 你知道吧 你旁边就站个傻子 无力反驳呀 我跟他对着骂街 他老骂自己 我多在骂自己了 有时候我劝他 我说你别老骂自己 他说这事跟你没关系 这事怎么跟你没关系 怎么了 我说跟你没有关系 怎么了这是 那我我都在骂 这不是你说的吗 你逃不了关系 怎么了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呀 你就是不行 哪不行 你话也不行 说的也不行 脑子这也不行 谁脑子不行 有一个形容词叫绕智 就形容你这种人 绕智 你知道吗 什么叫绕智 知道绕智吗 知道吗 比绕智还绕一圈 还不如绕智呢 傻到家了 傻子逃 谁傻子 真的脑萎缩 小脑萎缩真的 谁说 我带他去做个脑CT 平时我们那脑CT 照出来的脑人 差不多大小 人家那脑CT照出来 就这么大点 跟一葡萄杆一样 走道别打踢本 一打踢本 阿倩葡萄杆出去了 一个喷嚏就打不去了 无脑人 因为您瞧这个脑子没有 一半是水 一半是面 就走道这么一晃 又就是浆糊 这要下就天 外边晒两三个钟头 打开头颅 里边就是烤囊 你知道吧 撒点辣椒面 你这就能吃了 你知道不知道 没听书吗 怎么了 我招你了你吧 姓陶子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你上台来当这队观众 你就这么召集你的搭档是吗 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搭档了 不要再我了 干嘛呀这是 废话你干嘛呀 你这么说我 我怎么的绕智了我呀 你就绕智 姓陶子 今天出你这话 今天这相声我不说了 你死去 我 凭什么死去呀 你不跟我说了 我不说了 我得为我的智商讨个说法 你有智商吗 我怎么没有智商 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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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犹豫了 今天当着各位观众 你烤烤我 干嘛 烤烤我 烤烤你 对 我没有那么大的炉子 没有 烤肉了 再说烤熟了我也不吃 为什么 我是回民的 你是回民的 我要成猪了 我吃不了 这个小猪配七 我都不怕 同事吗 怎么样 别说那风凉话 你出道题 看看我 测试一下我的智商 哦 出道题 就是 测试一下 对 行行行 咱别出太难的 你随便出 咱出一个 就那个 七八岁的小孩 就出的那种题 行不行 甭整那么幼稚的 随便来一个 来一个 来一个 请听题 准备听题 随便说 No.1 我正在日语 没有 准备请听题 好好说过 请听题 注意啊 说什么东西 看见吃不下 吃下看不见 猜这个 你们有智商吗 对不对 有智商 自己不服 不服就想在这猜一下 来吧 想让我考考你 来吧 那就直接说 不就完了 对不对 来 不会 不会 你拍什么桌子呀 我肯定一下 你这什么智商啊这是 干嘛呢 有答案吗 你说 当然有答案 当然有答案了 我说答案是什么 告诉你说什么东西 看见吃不下 吃下看不见 这是 鼻涕 不是 怎么能是鼻涕呢 演示一下 啊 前方高能啊 注意啊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看见了 吃了 看见吃不下 吃下看不见 看着啊 我说你饿不饿下呢 你不要恶心不恶心 废话你这什么题呀 你没猜上来对不对 你猜不上来呀 不是 你这题太脏了 知道 什么叫太脏了 你换一个干净点 再换一个 你换一个干净 那你也猜不上来 太脏了 酸素题可以吗 酸素题没个题 酸素题可以 没个题 请听题 No.2 哎呦 看你小偷 请看题啊 来来 说有一棵大树 大树知道吗 废话大树我知道吗 非常大的数字 50以上都算大树 不对啊 你刚才说的是 10亿类的 怎么变成大树了 你说话色数吗 你听我的 你要找个地方 收拾收拾去死 你怎么老去死 大树 大树 吹 吹 逼个吹 你说的是 那个大树 不是那个非常大的数字 就是大树 大树 有一棵大树 逼个吹 别骂见了 谁骂见了 大树 树上烙着十只鸟 十只鸟 鸟知道吗 鸟啊 鸟 鸟 鸟活的 鸟活的 大鸟 小鸟 你干嘛 你去说鸟就完了 树上烙着十只鸟 记住 十只鸟 还记不住 能记住啊 你记住了 你都能记住吗 都记住了 都有用 马上就是分手上 烙着十只鸟 开枪打死一只 还剩几只 林师 你会被动吗 给我出去 但是我气有团 你知道吗 马上就气有团呢 废话 这七都不用猜 人家都知道了 什么 一只都没有了 什么呀 你开枪打死一只 七云九只吓跑了 一只都没有了 不对不对不对 怎么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 还剩一只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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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九只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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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就不对 你老不对就不对不对 告诉你不对了 让你猜呢 不对 我提个想要求 你说 你给我去找一个错误答案 我给你一个正确答案呗 那我不知道 那不就完了吗 告诉你啊 还剩十只 怎么还剩十只啊 刚才我让你注意听题了 我听了 我说有一棵大树 树上烙着十只鸟 注意这句话 我问你记住了吗 你回答我 记住了 好吗 你这么个记住了呀 你给呀 我还怕他听不清楚 我又问他一遍 我说你确定都记住了吗 确定都记住了呀 你太缺德了 我把你鸟捆住上了 你记住了 他要哪飞呀 对不对呀 你又都打死了 吊那儿 也是实际 你别吊他 一直跑不了 你看这猜不上来呀 脑筋有问题 谁那么跟你关注 干嘛呀 我跟你说 就你个题 我要出一个 你也猜不上来 你出一个 你出十 我回答你十一个答案 这是你说的 放上你备选答案 行 你听着 我也出一个 来来来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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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 听着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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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村 有一个大傻子 不就你吗 不是 他比我傻 看出来确实比你傻 我们村有个大傻子 这个人呢 一开始 其实他不傻 还挺聪明 你给传染了 这玩意传染的吗 他是因为啊 有一次发高烧 把脑子给烧坏了 就变傻了 烧瓦开了 对 从那以后啊 就是 无论你问的什么 跟他说什么话 他就说仨字 哪仨字 没有啊 就是仨字 无论问的什么 你叫什么呀 没有啊 你几岁了 没有啊 你属什么的 没有啊 无论问的什么 就会这仨字 这个故事 你听过吗 听过呀 不是你怎么听过呀 废话你跟我说的呀 没有 就这智商还跟我玩呢 就这智商还跟我玩呢 我跟你说 你有点缺德了 干嘛呀 有点缺德了呀 废话 刚才咱俩玩呢 那都是小孩玩的 那都那属于脑弯脊转筋 那个东西 你什么核桃你这事啊 脑弯脊转筋 你说的对 说不对呀 那叫脑弯脑筋脊转筋 就那个东西 反正你已经没问 你问就行了 行行行行 就那个东西 咱们两个是大人 就得玩点成人游戏 铁整那个没用 成人游戏 那你这看见什么上这事啊 什么叫成人游戏 有点都不刺激 打灯笔 打灯笔啊 就那个端午节 中秋节玩那个 千蜜月打灯笔 什么玩意儿 端午节 端午节中秋节 你们家打灯笔 周月十五你们家干嘛呢 给家里人烧纸是不是 就周月十五打灯笔 他周月十五没说你是吗 你什么脑子你这是 你们家好 没事 五月初五 八月十五 家里吃粽子的时候 吃月整的时候打灯笔吧 我妈过生日都打灯笔 你管着妈 看我管不着 你妈这爱好 就打灯笔 行行行 敢吗 敢敢 可以可以啊 哎 打灯笔那有什么的 打灯笔可以 打灯笔可以 这样啊 咱打灯笔啊 咱就不能在这白猜了 那个保安把灯关一下 咱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就把灯关一下呀 你说这帮我白猜了 就黑股东猜了 黑股东东我能找得着你吗 黑股东东那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就是说呀 咱得挂的消毒住了 咱去找吧 哦 你说那点彩头 是不是 行行行 咱俩就赌钱行不行 赌钱可以 咱也甭赌太多的钱 咱们呢 就赌二十块钱 行二十块钱不多 二十块钱呢 一包烟钱 一包烟钱 对 盖饭钱 这就是这样 行不行 可以 咱们就是二十块钱 咱们这样我说让你来猜 没问题啊 行不行 行 咱们呢 来个扣字笼印的 哎这个好 说七个字扣一个字 太棒了 行不行 行 你挺挺提 但我有一个要求 那个鼻涕年谈什么的 再出来我弄死你 哈哈哈哈 鼻涕年谈出来 出好的 七个字扣一个字 哎 说这个二人见面 忙过手 七个字扣一个字 哎 曹老师 您容我思考一下怎么样 你随便思考 行 我说不懂 随便思考 你现在考了去我都不管 哈哈哈哈 二人见面忙过手 七个字 猜一个字 两个人 大街上一见面 一拉扫 哎 你好啊 哎我好啊 最近挺好的 哎 你好啊 我好啊 这我猜着 这字念好 你说别的不合适啊 两个人大街一见面了 一拉扫 哟 你还没死呢 不合适 就是好 没错 我猜着 哎 姓桃子 来过来 来 我们那放 你放不放 你先过来 我怕我一会还得上来 掏钱 什么掏钱 二十 什么二十 什么二十 掏钱 我猜着了 掏钱 什么让你猜着 猜着了就给你二十 多先鲜的猜着了 多先鲜的 你得先告读 这字念什么呀 这还用问吗 嗯 这字念好 什么 好 不对 对 不对 对 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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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啊 我也不给你排告 干嘛啊 我也别说是好 你也别说不是好 咱俩当着各位观众 做个见证 咱俩表演一回 表演 表演一回 怎么表演呢 这很简单呢 现在这就不是舞台了 这是 这就是马路 哦 咱们两个人 就表演这个二人 哦哦哦哦 然后呢 咱俩大街上一走 一见面 一拉手 说好就算输 哦 说好就算输 对 不说好的那个 赢了 这就算赢了 赢了 来来来来 说好算输啊 没事啊 大街溜达溜达 你好 你输了 我输了 给钱 二师啊 现在抓紧时间 我不等啊 等会 等会 我给你拿 二人拿去 等会 你给我支付一下 支付什么呀 我谁输了 你输了 我怎么输了 刚才你说的啊 现在不认照了 谁刚才你说了 俩人见面一握手 只要那人一说好就算输 刚才咱俩一握手 你说你好啊 我没说话 拿去 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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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等会 你等会吧 干嘛这儿 这个灯迷谁出的呀 我出的 你出的灯迷 我说好算输 我多在算赢呢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说好不算 哦 我之所以说好 是为了勾的你说那个好 嗯嗯 所以说我说好不算输 那那那要我说好 算输啊 大街上一见面啊 咱俩一握手 你说你好啊 我说好啊 这就算我输了 输了 那我要说不好呢 这就算我赢了 不 也算你输 我们都不好了 你还算我输 不好 去叫不字 还带一个好啊 也算你输 那我要说好冷呢 输啊 好热 输 好家伙 输 好嘛 全输 我这么跟你说 真好就算输 什么好好好好 带协仪就算输 好料也算输 好料都算输 粘好的 阴就算输 再来打多少钱 二十啊 干脆给你二十 我不跟你玩 玩不了这个 玩不了这个 不不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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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怎么着 怎么上皮信了 什么叫上皮信了 哪你就管了 各位听听听这好字 是常用字 你拉着我手 聊四个钟头 不分开 对不对 那我说不出来啊 谁都说得出来 我变态呀我 大街上找一男的 拉手拉四个钟头 我哪知道 你变态不骗 不是没有那爱 不是 我说没有 咱俩 您用长时间 十分钟没限 十分钟没限 要说这个十分钟以理 说好算输 说好就算输 对 那行 那可以 十分钟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不认识你就好 你好 我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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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两人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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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呢 男人就不认识什么呀 我不认识你 结束了 你没结束 这个 咱们会面就算到 再见了 你等会 你就有点不讲理了 你看各位听见 二人见面 忙握手 说明什么呀 说明两人早就认识了 所以才忙着握手啊 怎么 怎么你就不认识我 你得认识我呀 我还得认识你 多心心的 行行行行 真是 来来来 没事 大姐 您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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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哑巴呀 哎呀 别哑巴 还要十分钟的 还要废 啊啊啊啊 哎呃 废话 你哑巴 别说十分钟了 你聊一年可以出来 你这儿的 你聊两年 没什么说 我最后做一个 抗护手术 弄小了 抗护手术 哑巴弄小了 那怎么着 你得会说话 还得会说话 我明白 您要求可太麻烦了 谁麻烦呢 太麻烦了 敲醒着 来来来来 没事 大姐 您好 哈喽 我还看过 我还什么样是看过 都给外国人了是吧 不是爱意的 别突然 怎么着 废话 你是中国人 你得说汉语啊 又得说中国话了 您的要求可越来越多了 你越来越矫情了 来再来再来 来再来再来 英明是好 不是 你好 你好 还那样 哎 还那样 怎么样 怎么样 行不行 行 行 你不不服吗 不服大肚吗 大肚不完了吗 大肚你打那边 我打这边 对不对 咱俩一握手 你说你 我说还那样 还那样 这个还那样就是 凑合 一凑合就 不灵 嘿 你看那词啊 还那样凑合不灵 还就不合这个字 行 问点别 你家里都好啊 看你问谁了 你父亲好 退休了 我退休了 自己开个小卖铺 呦 老爷子自己开个小卖铺 甭问老爷子身体准 棒 这身体一棒 脸上气色就 漂亮 都六十岁老头了 还漂亮呢 漂亮 老头他 他乐意捣食 嘿 他不说好捣食 他说乐意捣食 乐意捣食 行 你母亲好啊 受病了 呦 病了 找大夫瞧了没有 找了 找哪个大夫瞧的呀 找那张大夫看的 哦张大夫看的 嗯 他说这个张大夫 可不如这个王大夫 个高 不是个高 不是那个医术高 哦医术高 王大夫医术不高 这个病他就瞧不 厉所 厉所 要是让张大夫瞧这个病早就 死了 死了 我们这还不如王大夫 嗯 那个 开药了吗 开了 开的汤药丸药啊 丸药啊 要是这个丸药可没有这个汤药 力量大 哎 力量大 力量大 哎呦 咱哪儿拉的药啊 楼底下小药库 要是这个小药库可比这个大 没有这个大药多 给的多 给 要有给的多的吗 不是 它材料真 哦材料真 材料真 嗯 哎呀 那谁呀 那你媳妇好啊 呃上班了 哦上班了 上班了 上班挣钱吗 挣钱呢 你上班挣钱吗 挣的少点了也挣 也挣 哎呦 两口子都挣钱 对 哎呦那就甭问了 你们这小日子肯定越过越 富裕 这日子一富裕就吃点那个 顺口的 顺口的 哎哎也不知道吃什么顺口 什么顺口吃什么呀 什么鸡鸭鱼肉啊 精米白面 哎哎哎哎哎哎 要说这个精米白面 可比这个棒子面 你下去的坏 下去的坏 悬了 看看到点没有啊 行行行 嗯 哎你你妹妹好啊 我妹妹嫁人了 我嫁人了 哎呦我听说 男方那边的条件 可比女方那边条件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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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一有钱 别问 这生活越过越 红火 这日子一红火 你妹妹在公国面前 就落这么一个 孝顺 这一孝顺 几乎四零就夸你妹妹 是个女同志 废话就是个女同志嘛 她都嫁出去了 你问我们家人行不行啊 矫情呢 来起来来 别来啊 行行行 你儿子好 长选了 长选了 哎呦 那那个擦药没了 擦了 这一擦药它就 渐轻了 一渐轻就 扣嘎吱 一扣嘎吱 嘎吱掉了 一掉了 不痒痒 一不痒痒 没了 一没了 又犯了 又犯了 你们家的病来来回回犯了 谁让你来来回回 我你 就这个 又犯了 行行 姓曹的 我还真服着你了 我这么拐弯磨脚 就那么没勾出 你说出来 嗯 没说出来吧 没说出来什么呀 没说出 没说出那个字 哪个字呢 就那个一个女字边一个子 这字念什么 不认识 不认识 这人多矫情啊 我都写出来 你问我念什么 念什么 念二十块钱念什么 我就冲你这样子认输了 我输你多少钱 二十 给你五十分钟了 好啊 哎 明天 兄唱 明天 赞 三十分钟 他可习 為你 我照砝 可乪